特种兵小队猎杀恐怖分子 豪汉女兵孤身入虎穴 火箭弹直接开炸 所有队员快速出击 左相逼你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订阅铁哥聊电影 今天铁哥给大家带来一部 特种兵战斗爽剧 魏国勇士九十集 影片一开始 白发姐得到一个重要消息 当初制造过爆炸案的恐怖分子 贾里夫出现在了伊朗 贾里夫曾造成重大伤亡 是美国情报局决定要除掉的 几个目标之一 因此白发姐当即决定 派出道尔顿小队 前往伊朗除掉贾里夫 道尔顿小队分批进入伊朗 不过海关的险些没让道尔顿入境 幸亏他十分机智 完美化解了海关人员的体温 这才得以进入伊朗 之后道尔顿和吉西来到伊朗一家杂货点 他与店铺主人四目相对后 双方掏出手箱对质 气氛异常凝重 结果下一秒两人同时笑了起来 原来店主人与道尔顿是旧相识 他们相互拥抱十分高兴 之后道尔顿与晓尼几人会合 他们联系上了情报局总部 白发姐给众人都安排了相应的任务 任务时间为三个小时 由于伊朗是美国的敌对国家 所以此次任务完全要靠道尔顿他们自己 白发姐布置完任务好 道尔顿小队立即开始了行动 根据美国强大的科技和情报能力 道尔顿他们知道了贾里夫的全部行程 这天他们监视到贾里夫离开了住所 去了一家茶馆 于是晓尼和店主人跟到茶馆 在一边监视贾里夫 另一边杰西与老黑则在旁边的楼顶 准备狙杀对方 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 杰西已经瞄准好 只要贾里夫坐下 杰西就会将他一枪抱头 不想贾里夫察觉到 一边的小妮有问题 转身往外走去 杰西也立即转变为止 白发姐这件事情有变 决定终止任务全队撤离一拉 道尔顿只能立即下令撤退 可是杰西却不想放弃 他转换位置后再次架起了狙击枪 结果却因为一个孩子没有打中目标 任务彻底失败 这时小妮却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女人 她觉得这个女孩就是贾里夫的交易对象 于是小妮果断跟踪上那个女孩 情报局总部经过面部识别后 发现这个女人也是一名恐怖分子 白发姐让道尔顿找到她 不料这个女人一见到道尔顿 她就知道事情不妙 把腿就跑 道尔顿连忙去追 仅仅跟在女人后面 她小心地在楼里搜索着那个女人 十分小心的道尔顿 经过一阵搜索后 终于发现了那个女人 不料那个女人竟然吞下了自杀胶囊 没一会儿便毒发身亡 只留下一具尸体 道尔顿无奈返回基地 他们现在只能等待撤离计划 在等待撤离的时候 道尔顿严厉批评了杰西的自作主张 他要求队员必须听从指挥 不允许擅自行动 就在他们准备撤离回家的时候 女恐怖分子的电话响了 是贾里夫打过来的 道尔顿他们将计就计 让杰西接听了电话 贾里夫也没有发现一场 经过简单的交流后 贾里夫决定 在自己的阁楼里约见杰西 这次机会是杀死贾里夫 最后一次机会 所以道尔顿他们 必须抓住这次机会 而能接近贾里夫的只有杰西 这次任务十分危险 道尔顿特地单独与杰西 进行了对话 他希望杰西不要因为 刚才的批评而冲动 计划决定以后 道尔顿他们送杰西前去赴约 小妮小麦几人在下面侧影 道尔顿与老黑在外接影 杰西找到前台 提出要见贾里夫 前台端详了杰西很久后 才将他放了进去 之后杰西乘坐电梯 来到了贾里夫所在的楼层 经过贾里夫手下的层层筛查 他终于见到了贾里夫 由于杰西带着通话器 道尔顿小的一总部 一直在全程监听 两人先是聊了一些家常 很快贾里夫觉得有些不对劲 气氛瞬间凝重了起来 但杰西没有慌 等使者送来茶后 他趁机拿出毒药 打算毒死贾里夫 结果在贾里夫要喝的时候 女人的弟弟打来了电话 贾里夫主动替杰西接听了电话 就是因为这通电话 使得杰西最终暴露了身份 杰西立即上前 与贾里夫缠斗在一起 他将贾里夫压在身下 然后有头巾围住他的脖子 尽管贾里夫想要反抗 推倒一个花瓶 想要以此引起门外手下的注意 但是杰西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一把勒死了对方 还顺便接住了 即将掉落的花瓶 任务完成以后 道尔顿立即命令 小妮他们去接应杰西 他让杰西去走楼梯 结果杰西出了以后 贾里夫的手下叫住了他 递给了他一张电梯卡 杰西无奈只能登上电梯 就在他上了电梯以后 贾里夫被杀的事情 就已经暴露 他的手下立即呼叫了所有士兵 现在所有士兵都在围剿杰西 杰西在五楼及时停下 转入楼梯中 之后杰西在这栋大楼里 根据队友的情报 躲避着一朗的士兵 一步一步往楼下走去 此时士兵们逐渐会计到门口 他们想来一个瓮中捉鳖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势 杰西突发奇想 决定剑走偏锋 还要从二楼的窗户上跳出去 就在杰西准备用力一跃时 一位伊朗的士兵截住了杰西 杰西被伊朗士兵带走 看着这个结果 白发姐怒不可遏 道尔顿也是不能接受 他们决定救出杰西 打算在对方坐车 出宾馆的时候 拦截对方的车 不料当道尔顿找到车辆后 却迟迟无法发动 以至于没有在最佳时机 完成救援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杰西被带走 不过杰西一直在进行转慢的暴数 这给道尔顿小队提供了一些信息 但不幸的是 他很快就被打晕了过去 此时法国警报局的人 找到了白发姐 他们觉得 自己能帮助美国方面救出杰西 不过却被白发姐拒绝 眼镜奶对现有资料 进行诊明分析后 他找到了一个已死的关押地点 就在他们商量营救计划时 杰西这边已经被关押在一座牢房里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白色的 在这里 杰西见到了一个伊朗的人 他是来审讯杰西的 他让杰西说出真相 不然就将他关在这座纯白的房子中 对此杰西无动于衷 男人吩咐手下开始动手 在道尔顿这边 他一直在想办法救杰西 他能感觉到杰西一直喜欢着他 白发姐也知道道尔顿重情重义 所以他也没有阻止道尔顿 任由他开展救援行动 之后道尔顿与小队开始了讨论 此时的道尔顿变得异常暴躁 一直冷静的他 也开始变得有些失去理智 另一边杰西还在被审问 他一直坚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杰西的语气开始弱下来 那个男人在杰西头上蒙了一块黑布 用枪指着他的头 将枪口转到他耳边打了一枪 剧烈的轰鸣声 震得杰西有些意识恍惚 男人让杰西好好想一下 他的耐心是有限的 就在此时 道尔顿还一直在听杰西之前的留言 老黑直接打断了道尔顿 还看得出道尔顿有些着急了 一直很紧张的道尔顿突然想到了什么 之前总部猜测 杰西被押送到某个车站里 而道尔顿却听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他敏锐地发现其中有羊的叫声 根据这个情报 他们猜测 杰西被转移到一处屠宰场里 于是他们找到了店主人的表弟 询问屠宰场的地址 然而不管道尔顿怎么说 对方就是不说实话 坚决称自己不知道地址在哪 失去怠心的道尔顿掏出手枪 一枪打在了那个人的腿上 在强烈的痛楚面前 店主人的表弟说出了屠宰场的地点 就在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时 白发姐那边也接到了一个电话 原来道尔顿小队 已经暴露在了一朗视线之下 只见那个男人拿着小队的照片 找到了杰西 他打算用心理攻势 甚至还伪造了道尔顿被杀的图片 但还是被杰西识破了 雷人们要恼弄 他找了手下拿出一堆刀具 看来杰西要遭受一场劫难了 与此同时 小妮成功潜入了一家屠宰场 道尔顿几人全程监视 他们发现 这个屠宰场好像没有什么房间 这时组部突然发现一间可疑的房间 不料养殖场里的人却拒绝展示 法国情报局也得到了相关消息 他希望白发姐能够坦白 但是白发姐还是一口咬死 不认识这几个人 此时白发姐找到手下 他询问营救任务的成功率有多少 下手告诉他只有1% 即便道尔顿再怎么厉害 也很难完成任务 最后白发姐给道尔顿打了电话 他希望道尔顿能明白事情的危险性 道尔顿也很明白 白发姐告诉道尔顿 伊朗的人已经知道他们的样子 一旦被发现 道尔顿他们就会被立即处死 不料道尔顿却从这句话中听到了一次升级 看着道尔顿的状态 白发姐也决定帮助他一回 即便这会影响到他的职位 然后道尔顿找到队友说出了这个计划 原来白发姐又主动成人 杰西是美国的卧底 这样一来 伊朗就会杀死杰西 但是他们会先将杰西转运出去 这就给了道尔顿他们机会 计划确定以后白发姐也十分配合 他找到了法国安全局大使 挑明了杰西的身份 伊朗方面也很快知道了杰西的真实身份 他们将杰西押送到别的地方 准备处决他 小妮他们就在门口进行监视 看到杰西的车出来后 小妮他们立即跟了上去 这次行动十分疯狂 但他们没有人退缩 就在道尔顿他们行动的时候 白发姐也被美国政府问责 但是白发姐态度异常强硬 美国政府的人也只能乖乖等着 很快道尔顿几人就行动了起来 他一发火箭弹 直接炸毁了前面的车辆 然后快速出击 将押送的武装人员全部杀死 杰西也趁机用脚狠狠地勒住了男人 战斗十分激烈 道尔顿他们不敢用一丝耽误 杰西也成功勒死了男人 然后众人立即驾车逃跑 营救任务完没完成 之后他们逃到了边境上 店主人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车辆 现在只需要路过伊朗的边境就好 为了这次任务 店主人决定与道尔顿他们一起撤退 在车上道尔顿安慰几席 不要沉浸在悲伤里 没一会儿车辆到达了边境 但是边境的巡逻士兵增加了不少 他们正在严查过往的车辆 道尔顿他们的也不例外 之前打电好的关系已经用不上了 对方正在检查他们的车厢 现在情况十分紧急 店主人决定放手一搏 他默默掏出了手枪 然而士兵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就在士兵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名士兵的打火机掉落 让他发现了车厢里的隔板 道尔顿几人即将暴露 在这危急时刻 店主人决定挺身而出 只见他手拿枪支射杀了一个士兵 然后对伊朗的士兵展开了疯狂屠杀 还连续杀死数名敌军 然而终究还是寡不敌重 被敌人乱枪打死 倒在了地上 小妮子通过店主人争取来的时间 加速冲过了边境线 直奔土耳其而去 成功逃离了伊朗 白发姐听到这个消息后 终于放心了一些 他安心接受政府的调查 道尔顿几人成功逃离 影片到此结束 在这部剧集中 美国特种兵小队 可以出现在世界各地 他们不仅能策反 敌方情报人员 还能与各国恐怖分子硬刚 总之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他们 很期待他们接下来 还会去哪里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剧集 请多多点赞支持 最后一定要记得 点击订阅铁哥聊电影 咱们下期再见